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带眼镜或者去过夜眼的你们 对这张图片应该都很熟悉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Focus Point的夜眼光师 我叫Patrin 每当你们走进眼镜店的时候 夜眼光师是不是都会带你们在一家门戏的前面 然后将你们望进去里面 那么你们还记得里面的图片是长什么样子的吗 对 就是日气球 为什么不可以是帅哥 又或者是美女呢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大家 到底日气球是有什么作用吧 那么这家器呢 它的名字是叫做Auto Reflexometer 电脑眼光机 在做这个test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的眼睛是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所以呢这家机器呢 运用了一个方法 就叫做Fogging Style 一开始当你望进去这张图片的时候呢 你是看到有一点模糊不清 有一点Blur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Focus到 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睛就是完全放松下来了 所以这个日气球的作用呢 就是稳定我们的眼球 让我们的视线不要乱跑 可以完完全全的Focus着 然后眼光师呢就是可以更准确的 测量去我们的度数 日气球也是有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它都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的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大脑呢 有一种感觉是在远处远方望着日气球 所以可以让我们更放松哦 大部分呢我们是用日气球的图片 还有一部分呢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浓屋 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现在对你的眼睛或眼镜有任何的疑问 不要再有余了 立刻前往我们全马任何一间的Focus point 让我们最专业的眼光师团队 我们会为你的眼睛和眼镜做出最精准的分析哦 拜拜